香港考试及平和局于2012年推出香港中学文凭考试,让本港中学毕业生硬考。 文凭市旨在为学生在学术、职业及语文发展殿下基础,并培养他们对科学与科技的兴趣。 过去十多年来,已有超过80万名考生参与文凭市并取得此重要资历,于本地与海外继续升学或就业。 大学、专商院校与雇主均高度认可文凭市。 目前约有600所海外院校在考评局网站刊载对文凭市城地持有人的录取要求。 这些院校来自英国、澳洲、加拿大和美国等热门英语升学地区,也包括超过300所德国的公立大学,以及欧洲与亚太地区的院校。 文凭市设有三类科目,一般而言,除了四个核心科目,考生会从三类科目中选读两至三个选修科目。 选修科目的设计兼顾了多项相关因素,包括内容严谨,是否符合学生需要,以及科目之间的关联等。 学生可按他们的兴趣与能力从一系列科目中做出选择。 甲类科目采用水平参照制度来汇报考生的成绩。 考生的表现以五个等级做汇报,第五级为最高。 为进一步区别较优异考生的能力,以便专上院校与部主甄选。 在考获第五级的考生中,表现最优异的考生会获五星星级。 随后表现较佳的考生则获五星级。 各科目均设有一套等级描述,说明达至有关等级的考生的典型能力水平。 教师可借等级描述明确了解如何协助学生迈向更高水平。 也可让大专院校或雇主更清楚了解不同水平考生的实际能力,以做出更合适的甄选决定。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成绩汇报只设达标一级。 成绩在达标以下则以未达标标示。 除了公开考试,部分甲类科目设有校本平和。 校本平和是在学校进行,由科目教师平和学生的表现。 有关分数将进入学生的文凭式成绩。 校本平和把学与教及评估结合起来,更全面地平和学生的表现。 以类应用学习课程涵盖超过50个科目,配合不同学生的职业发展志向。 有关科目的成绩以三个等级汇报。 达标并表现优异一,的表现水平与甲类科目第三级相弱。 达标并表现优异二,则与第四级或以上相弱。 文凭式也配合社会促进共荣的发展方向,致力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学习经验。 为此,我们引入其他语言科目考试,以提升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,并装备他们日后在本港或到海外升学。 由2025年文凭式起,考生需应考由相关官方机构在香港举办的指定语言考试。 考生成绩若达到指定的最低语言能力水平或以上,便会列入文凭式丙类科目成绩。 文凭式的不同阶段均设有严谨的制速保证措施,包括以网上评券来提高阅卷工作的可靠性与制速。 网上评券系统有助实时监察评券的进度及结果,同时也方便检阅杂卷,以便处理成绩复合及研究。 系统也有助识别评券过程中的异常情况,尽早做出更正。 考评局严格执行制速保证框架的要求。 致力维持文凭式的专业水平,确保文凭式得到各界认可,持续改善, 维持卓越水平及符合规范。 LECPS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